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现在 市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来改善波士顿的夜生活经济 周三 该市设立了一个新的内阁级职位 夜生活经济总监 负责天黑后的波士顿监管工作 即将上任的总监科恩·雷诺兹是波士顿基金会前经济包容主任 长期以来一直是有色人种企业主的权益倡导者 他将于3月6日上任 在一场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雷诺兹表示 他的首要任务是增加波士顿所有23个社区的夜间选择 改善下班后的交通 并为那些在夜间出行的人提高公共安全 我希望波士顿和他的夜生活经济能提供一种归属感 我想让人们觉得他们有自己的空间 而且能参与其中 他普声道说 我希望我能成为政府、社区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人、召集人和联络人 在周三举行的关于房租管控的第一次公开听证会上 租户维权人士批评吴市长的提议过于温和 而大波士顿房地产委员会则发起了一项40万美元的运动来反对该措施 称其将导致该市新公寓的开发减少 与此同时 市政府必须考虑 如果他们希望该法规在周议会获得通过 他们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对冲风险 吴市长在市议会面前提出的租金稳定和正当理由租户驱逐提案 将城市范围内的年租金上涨限制在6%以内 加上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 在高通胀年份的上限为10% 据悉 如果市议会通过这项措施 那么立法机关将批准这项政策 并将其提交给州长莫拉·希利 尽管希利没有向她前任劳公开反对房租管制 但她也没有明确表示 她是否会签署这项措施 她表示她总体上支持当地做出自己的决定 从6月到12月 英国的61家公司试运行了4天工作值 本周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企业报额的收入基本保持不变 甚至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长 大多数员工压力更小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更好 该实验是由剑桥大学团队与波士顿学院 以及其他几个机构合作完成的 他们研究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 实行4天工作值的公司 及其2900名员工 对减少工作时间会作何反应 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 朱利尔·肖尔参与了这项为期6个月的实验 我们联系了所有61家公司 他们全都不会再回到5天工作值 这非常令人兴奋 肖尔说 他补充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公司在实施4天工作值之前 要进行工作的重组 他们不会说要加快这4天的进度 而是改变会议文化 减少了干扰 他们在全公司范围内 做了很多工作来提高生产率 一名Randolph日托公 因涉嫌用胶带封住一名2岁儿童的嘴 而面临刑事指控 警方证实 26岁的Randolph居民艾米里 因2月16日在Vigro日托所发生的一起事件 被指控无蟒危害儿童以及袭击和殴打 当时儿童的母亲Niyasa Holmes 在脸书的一篇贴子中写道 事发当天 李自称以玩耍的方式 用胶带封住了他女儿的嘴 日托中心的另一名工作人员 看到了这一事件 并向中心主任报告了此事 工作人员告诉他 实情是因为这个2岁的孩子 在日托所的其他孩子睡觉时发脾气 所以李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 Holmes在听到另一名工作人员的叙述后 立即报警 并表示联系了麻州儿童和家庭部门 麻州当局发现涉及格沃克开关的事件有所增加 引发越改越多的人担心 这些叫格沃克开关的设备不是格沃克公司制造的 它们是一种能把手枪变成迷你机枪的小装置 使一些枪支能够在短短机庙中内发射多达30发子弹 詹姆斯·弗洛森是美国烟酒枪械管理局波士顿分局的特别探员 他说危险的犯罪分子正在网上订购这些设备 他说他们还使用3D弹机自己制作格沃克开关 这是不受监管的 法庭文件显示 麻州执法部门正在努力将这些致命装置从街道上清除 一份联邦宣誓书称 从2019年到2021年初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社区 共发生了650多起枪击事件 发射了1900多发子弹 那些因持有格沃克开关而被起诉的人将面临额外10年的监禁 以上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美思医美用高科技仪器和科学方法 助你达到青春健康的美 冬季兴益优惠定制套餐等您来选